在安康市矿坟厂 谁不知道厂花鱼蓉 她年轻漂亮 性格还好 总是喜欢穿一身干净的白衣服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天真浪漫 23岁的鱼蓉 在厂里担任技术员的工作 在工作上 她总是笑盈盈 搞得厂里的小伙子们 看到她就爱脸红 就是这么一个优秀的姑娘 现在躺在了郊外的墓地里 孤孤单单 本营上杂草丛生 甚至连一块墓碑都没有 她这一生就像是春日里的风 让人记得又不记得 毁了鱼蓉的 是她一直向往的一见钟情的爱情 在那个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年代 从21岁参加工作 父母以及身边的朋友们 就在给她张罗着相亲对象 可是鱼蓉一次都没有相看过 鱼蓉有着她自己的坚持 她曾经和厂里同事技术员的 王李霞谈论时说过 她要嫁给一见钟情的爱情 父亲是厂里的退休领导 母亲是教师 家庭环境优越 加上自身条件的优秀 身后的追求者更是排着长队 可是鱼蓉却迟迟都没有遇到 那个对上眼的人 真正遇到刘仙蓉那个恶魔的地方 是在电影院 下了班 鱼蓉和王李霞去电影院看电影 两人去得稍微晚了些 电影已经开始了 进去时 鱼蓉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男人的腿 坐下后小声地和对方道着歉 两人借此就交流了起来 低沉富有雌性 沙哑浑厚的男生 令鱼蓉心神一震 这声音仿佛冲进了他的内心 借着微弱的迎瓶光芒 鱼蓉偷偷地观察着对方的长相 他的眼睛深邃如海 五官耐看 还有着小麦色一样的皮肤 给人一种非常阳光的感觉 他看得入迷 对方正好也看了过来 两人视线相交 他的笑意如春风细雨一般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 两人只是聊了有关电影的话题 越聊越投机 在交谈中相互做了自我介绍 鱼蓉知道了他是本市机关单位的小领导 目前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今天来看电影是一时兴起的忙里偷闲 他说感谢今天的一时兴起 鱼蓉的脸又一次的红了 电影的结束 刘贤荣站起来问道 外面天黑 我送你们回去吧 王丽霞本想拒绝的 还没说话 就听到鱼蓉说 那就麻烦了 三人同行 王丽霞先到的家 春天的夜晚 风还是有点冷的 刘贤荣脱下了自己的外衣给他披上 此刻鱼蓉的内心 好像是有只小鹿在乱跳一样 他想也许他是等对了 可能遇到了他想象中的爱情 尽管两人是故意走得很慢 但再长的路也是有尽头的 鱼蓉到家了 两人恋恋不舍得告别 走之前他拉了他的手 鱼蓉红着脸 但是却没有挣扎 从这天以后 鱼蓉就陷入了甜甜的恋爱中 每天下班 刘贤荣都是来接他的 鱼蓉问会不会耽误他的工作 刘贤荣说 工作都已经分配到下面的人了 暂时不忙 两人恩爱异常 仿佛时间不够用一样 鱼蓉回家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晚 父母每次问他 他都已和王丽霞出去逛街为由 搪塞了过去 这天下班以后 刘贤荣带他来到了一个人际教授的公园 他第一次吻了他 情道深处 两人难以自尽 事后鱼蓉哭了 刘贤荣说 对不起啊 都是我的错 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 你打我吧 鱼蓉哭得就更厉害了 他说 庄 我喜欢你 爱你 我和你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你要相信我 我会对你负责的 也会对你好的 鱼蓉信了他的话 又一次在甜蜜中迷失了自己 爱情没了底线 两人更加放肆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 留下了更多爱的记忆 打破这种幸福快乐生活的 是因为王丽霞的一句话 这段时间鱼蓉的食欲特别好 吃啥都香 还总是爱饿 这天中午在食堂吃了两碗饭 王丽霞看着他吃饭 疑惑地说道 你都比我嫂子都能吃啊 他怀孕两个人 都没有你一个人吃得多 鱼蓉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忽然想起月事好久没有来了 一下子就心神不宁起来 下班后出了门 看到刘贤荣来接他 心里一下就有了底 他把事情告诉了他 刘贤荣说 你怎么打算的 我全都听你的 你想生下来呢 咱们就结婚 你要是不想 话还没说完 鱼蓉急急地说 我想生下来 这是咱们俩爱情的结晶 两个人商议着 应该怎么和鱼蓉父母 说起这件事情 计划没有变化快 还没等想好 怎么和鱼蓉父母说 厂里就出现了风言风语 有说鱼蓉在厂里面出对象的 也有说鱼蓉不检点怀孕了的 这些闲话 几天就传到了退休父亲的耳朵里 父亲是暴跳如雷 让他立刻把那个男人带回家来 两人一见面 鱼蓉就把事情讲清楚了 急急忙忙地要带他回家 这时候 刘贤荣突然就给鱼蓉跪下来 容容 我对不起你 有一件事情我没和你说 我离过婚 真的不是有意骗你的 是怕你离开我 鱼蓉被这个消息震得发懵 自己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 第一次谈恋爱就怀了对方的孩子 现在对方居然还离过婚 眼泪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直往下掉 刘贤荣爬起来抱住他说 我也是受害者 之前那段婚姻就维持了一个月 我发现他不正经 总是夜不归宿的 就和他离婚了 他说的是真情实义 深邃如海的眼睛里也泛起了红 鱼蓉又一次心软落泪 甚至有些心疼这个男人 他安慰自己说 何必在意过去呢 况且自己现在还有了孩子呀 就这样 鱼蓉又一次陷入了刘贤荣的谎话里 他不知道的是 刘贤荣的第一次婚姻失败并非如此 他前妻是安康市某局文书叫做肖宇 婚礼那天 肖宇的一个朋友叫做安心的来参加了婚礼 安心在银行上班 听说刘贤荣是机关单位的小领导 就想托他办点事 两个人一来二去的就熟了 就搞到了一起 这事本来也没人知道 怎料安心在银行帮客户贷款的时候 起了歪心思 吃了回扣 被查出来了 在警察排查人际关系的时候 他把和刘贤荣的关系也给爆了出来 肖宇是个女强人 得知此事以后快刀斩乱麻 第一时间就和刘贤荣离了婚 并且把事情闹到了刘贤荣的单位去了 所以这段时间并不是暂时不忙 是因为作风的问题被停止留心了 事发突然 刘贤荣从云端就掉到了地上 那段时间整天是心神不宁的 无所事事 正好就遇到了白纸一样的鱼蓉 他所有的情感都得到了宣泄 却也导致了鱼蓉悲惨的一生 也许是爱情太过美好 又或是刘贤荣承诺得太过真诚 鱼蓉擦开了眼泪 主动说起了去见父母的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 刘贤荣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 去了鱼蓉家里 面对他的父母 他先是道歉认错 后又启示发怨的说 会护他一辈子 看着刘贤荣仪表堂堂 说话形式进退有度 再想着女儿肚子里面的孩子 二老无奈地双双点头 鱼蓉嫁人了 在1989年的秋天 有些发胖的鱼蓉 穿上了他最喜欢的洁白婚纱 挽着父亲的手 在宾客门的注目下 走向了他的丈夫 此时的他身怀有孕四个月 婚纱勉强地遮住了他的腰身 鱼蓉心想 我真的嫁给了爱情 婚后的生活 平淡中有一丝紧张 身为小领导的刘贤荣 不知道为何 收入却一直不稳定 鱼蓉问过几次 都被他以借出去为由 给糊弄过去了 其实刘贤荣被停职以后 他租了一台车 每天都在跑出租的 这事他没打算告诉鱼蓉 意外来的是猝不及防 鱼蓉早产了 在距离预产期 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就发动了 经过强救 鱼蓉生了一个男婴 可是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爱情不再占据生活的主要地位 孩子体弱 鱼蓉辞去了工作 开始带孩子 奔走于各大医院之间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小家 经济就更加紧张 刘贤荣借机和鱼蓉说 他主动停职了 现在跑出租车呢 就是为了能够挣更多的钱 给孩子看病 鱼蓉也是无可奈何 现在他顾不上那么多 给孩子看病才是第一位的 也就同意了 慢慢的鱼蓉发现 丈夫回家是越来越晚 而且回来就睡在沙发上 以前每天回来还会抱抱孩子 现在回来就是倒头就睡 每天就是那么冷冰冰的 两人基本上是没什么交流 夫妻之间的甜蜜也没有了 他以为是跑车太累 所以这天他多做了两个菜 想着给丈夫补补营养 哪成想 刘贤荣回来 看到饭后大发雷霆 问道 这日子你还过不过 这些菜得花多少钱呀 我在外面挣钱 你在家里败家吗 喊完后衰门而出 留下鱼蓉是无声的落泪 他不知道问题到底是出在了哪里 为什么他的爱情会变成了这样 刘贤荣爱上了喝酒 车也不跑了 每天就是招呼一群流里流气的男女朋友们 来家里喝酒 于荣真的很不喜欢他这些朋友 每次都是说嫂子越来越漂亮了 哥你真有福气 这么白净的嫂子在哪里找的 话里是嫂子长嫂子短 但是对嫂子的尊重是一点都没有 刘贤荣总是要求他笑脸相迎 直到有一次 其中一个人摸了鱼蓉的手 鱼蓉当场就甩了脸子 最后他们就灰溜溜的走了 鱼蓉委屈的直哭 谁料刘贤荣却和他大吵了一下 竟然说在朋友面前没有给他面子 鱼蓉一气之下就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他天天是以泪洗面 反复的思考 日子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他不知道的是 刘贤荣已经背叛了他 在娘家待了有半个月 鱼蓉决定先回自己家看看 无论如何日子还是要过的 他走了这么多天 也不知道丈夫都吃了什么饭 说到底还是担心的 这天上午 他收拾好了准备回家给刘贤荣做中午饭 想着二人借着吃饭的机会 再好好谈一谈 把事情都说开 好安稳地过日子 回到家后发现 门被反锁着 边敲门边喊门 然后就听见了里面 刘贤荣慌张的声音传了出来 来了来了 等一下啊 我上厕所呢 门打开了 鱼蓉第一时间就发现 屋子里面的气味不对 冲进卧室一看 凌乱的床铺 地上的避孕套 以及开着的窗户 每一样都在说明 这个屋子刚刚有另外一个女人在 鱼蓉冲到了窗边 看着外面的马路 回头冲着刘贤荣撕心裂肺地喊着 是谁 那个女人是谁 刘贤荣结结巴巴地说 哪有谁呀 就我自己在家 你别瞎想 鱼蓉冲到外面 想要找到那个女人 可是正值中午学生放学 人生顶沸 并没有找到他要找的那个女人 他失魂落魄地看着人群 不敢相信这一切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看着那些学生热情洋溢的青春脸庞 曾几何时 自己也如他们那样 无忧无虑的呀 可是现在的他迷茫无助 被爱情伤害的是体无完肤 一颗心更是七零八岁的 等到下午鱼蓉回到家 刘贤荣早就流出门不见踪影了 看着这个自己认真布置的温馨小家 再看着没有收拾的床铺 以及枕头上那个不属于他的耳环 这个耳环他见过 经常来家里吃饭的那群混混中 就有一个化农妆的女人带过 他愤怒地上前扯掉了床单和被套 他觉得太脏了 就连空气中都满是那个女人的味道 让他恶心地想吐 他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通风换气 换了床单被绕又把家里的脚脚落落都打扫得干净 又把家里的脚脚落落都打扫得干净 渔蓉觉得身心都很累 他不想去卧室 就伴坐在沙发上哭着睡着了 等他醒了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了 家里没有点灯漆黑一片 不知道刘贤荣是出于什么原因 竟然没有回来 渔蓉迷迷糊糊地起身准备洗脸 然后去儿子的房间休息 走到镜子前 惊恐地看到镜子里面的女人 半张脸都是歪的 这个时候才发现 自己的左脸发麻发木 用手掐一掐一点知觉都没有 渔蓉中风面瘫了 口鞋眼歪 左半边脸看起来 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曾经的长花如今再也不存在了 渔蓉绝望地想 自己上辈子到底是做了多大的错事 这辈子老天爷要这么惩罚他 渔蓉的中风 抹杀了刘贤荣对他最后的一点夫妻情分 他开始夜不归宿 对孩子更是不闻不问的 看向渔蓉的眼睛里 也是充满了嫌弃和冷漠 对他的态度也是越来越不好 动不动就是骂人 心情不好时 渔蓉皮肉之苦也受过 一次刘贤荣气不顺回到家 开始各种找事 大声地骂人 把孩子都给吓哭了 抡起巴掌就要打孩子 渔蓉护着孩子又挨了一顿打 他痛苦地喊道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对你不好吗 你曾经对我父母说 要护我周全的承诺呢 就连你找别的女人 我都不敢告诉他们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刘贤荣把脚放在沙发上说 怎么样 离婚 老子一天也不想和你过来 你自己照镜子看看你那脸 太他妈恶心了 你这么做就不怕天打雷批吗 我要去你们单位闹 让大家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小人 刘贤荣笑笑说 哼 我不在乎这些 你不去打听打听 你老老实实听我安排 别逼我翻脸不认人 渔蓉忽然发现 自己真的是一点也不了解他 所有的事情都是听他说的 第二天 渔蓉去刘贤荣以前的单位 他留了个心眼 没有说自己是刘贤荣的爱人 就说是老乡来看看 听完同事的叙述之后才知道 他当初是因为什么离的婚 工作是被停职 而不是主动停职 是怎么爆出来和安心不正当关系的 渔蓉的心彻底的凉了 他恨自己 怎么年纪轻轻就瞎了双眼 认人不清 怎么就不知道长个心眼 来他单位看看呢 这么多的事情 他真的是一件都不知道 哪怕是知道了一点 他也不能和他走到一起的 一步错步步错 事到如今 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退路 只能是咬牙坚持 面对刘贤荣 渔蓉变得更加的卑微和讨好 他开始反思 认为自己也有问题 有了孩子以后 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不够关心丈夫 也没有以前那么温柔体贴了 如今他没有工作 孩子的医药费和生活费 都是刘贤荣给的 自己曾经最引以为傲的脸蛋 也不复存在了 所以他离不开刘贤荣 希望通过对他好 能让两人的感情得到修复 他这边正在加油骨气 打算好好过日子 转头却收到了刘贤荣 在法院以二人感情不合为由的 起诉离婚通知 于荣立刻表态 不同意离婚 二人婚前为自由恋爱 感情非常的稳定 这事不少同事和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婚后两人共育一子 他全心全意地爱着这个家 法院通过了走访调查 证实了俞荣话的同时 也发现了刘贤荣出轨的事实 驳回了刘贤荣离婚的申请 然后给予劝告 二人离婚失败 刘贤荣更是气机败坏 对俞荣大骂了一顿之后 率面而出 多日不见踪影 只是偶尔听邻居口中说过一两次 好像是在外面和另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了 一日俞荣正在家里做饭 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 他高兴地去开门接人 发现回来的不是丈夫一个人 同来的还有那个化着浓妆 戴着耳环的女人 没等俞荣冲上去撕打 就被刘贤荣一巴掌给掀翻在地 家里钱呢 把存折给我 刘贤荣是一边说 一边越过地上的俞荣 直接就进入卧室去拿存折 连个眼神都没有给俞荣 临走时更是抱走了他娘家陪嫁的电视机 他坐在地上是放声大哭 那存折里面是家里所有的钱 他一直不敢动 因为是给孩子治病的钱 此时俞荣对刘贤荣的恨已经是铺天盖地了 婚前一直幻想着能有一个男人 为自己遮风挡雨 万万没想到 婚后的风雨都是败他所赐的 俞荣咒骂道 你不得好死 过了几个月 刘贤荣再次起诉离婚 俞荣明白 二人之间就再没有任何的情分了 曾经的那些美好都像是一场梦 现在梦醒了 剩下的就只有满腔的恨意了 这次他同意离婚 并且要求孩子归他抚养 刘贤荣对此事十分的高兴 因为他女朋友不喜欢小孩 法院依法判决刘贤荣一次性支付孩子的抚养费是四千元 刘贤荣表示现在手头紧没有那么多钱 先支付一部分 剩下的三个月以后结清 眼看着一年都快过去了 刘贤荣每天光鲜亮丽地开着出租车 带着女朋友到处跑 一提到钱他就开始哭穷 左右就是没有钱 最后干脆就不露面了 俞荣是恨得牙痒痒 可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九一年七月末的一个晚上 俞荣踩好了点 知道每天这个时间段 刘贤荣都会在这里出车的 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老太太 而且是兜里带着一把刀 冲着刘贤荣的出租车就招了招手 计划上车后和刘贤荣好好的谈谈抚养费的问题 如果谈不好 他就和他同归于尽了 上车后 看到副驾驶坐着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人 又看见刘贤荣对这个女人讨好的嘴脸 忽然就想起了他们的从前 嫉妒不甘的怒火不受控制 直接是手起刀落 对着刘贤荣就是一顿乱砍 其中致命一刀砍在了镜头脉上 他杀红了眼 转头又把再大喊大叫的安心喉咙割破 俞荣平时的胆子并不是很大 奇怪的是 杀人后的他是格外的冷静 把刀裹进衣服里 非常淡定地走进派出所 然后告诉警察 我杀人了 俞荣对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留恋的 唯一担心的孩子 也在他被判的第二个月 因为先天性心脏病的发作 没有抢救过来而夭折了 俞荣被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 等不及两年了 他开始自杀 但是都被救了回来 直到一次放风时 趁机爬上了高墙 在风中迎来了那颗带走他生命的子弹 俞荣死了 走之前只留给了母亲一句话 妈妈 对不起 是我不听话 有些感情一开始就是错误 爱错了人 要记得及时回头啊 虽然岁月如流水 一切都会过去 但是时间似乎不能抹平所有的痕迹 如果您此时有时间 帮忙订阅一下老崔这张专辑 老崔需要您的支持 您要是此时正在驾车 危险受工等 请务必不要操作啊 人世间罪恶繁多 问苍天饶过哪个 咱们下集见